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论坛有1400多条留言 引起热烈讨论的主题 打开四单idol的组合到底是谁 首先给大家简单复习一下 韩国idol年代的划分方式 在划分idol年代的时候 最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人物 就像改朝换代一样 要能将前一代的歌坦格局 给推翻的idol团体的出现 才是划分idol年代的基准 像HOT的出道 将整个韩国乐团的游戏规则给改变了 所以HOT是开启韩国第一代idol的组合 而之后出道的 就是代表一代idol的团体们 之后在肚帮星期的出道 再次改变了整个韩国idol界 正式开启了二代idol的年代 而代表二代的团体有 接着是2.5代 很多华语圈的粉丝们 将2.5代的idol们称为是三代idol 所以跟韩国饭圈是有点差别 首先这个年代 因为没有出现对idol界有着开天pd冲击的组合 所以没有划分为第三代 而2.5代最大的特征是中小经纪公司的崛起 代表2.5代的idol团体有 impeed beast fx apink sista tiara missing 之后打开三代idol时代的团体是exo的出道 exo的出现将整个韩国idol市场迎接了全新的局面 而代表三代的idol团体有 旁探参专的 redweb twice blackpink yojiaid mama mo 17 等团体 那问题就来了 打开韩国四代idol的是哪一组团体呢 第一 一锦 出道当年赢过所有三代女团 登上了美容年间排行一位 韩国内youtube观看次数排行二位 第二 espa 当年登上美容音源年间排行二位 韩国内youtube观看次数排行六位 第三 Ivo 11 Labo Dive连续爆红 持续创下耀眼的记录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集可能出道有些年次了 所以四代的话应该是espa 应该是一集 从一集2x2之后 大家都开始说四代开始了 打开十代的话不只是要红 而是要有大嗓机的冲击才可以 一集虽然很红了 但是并没有改变乐坛 espa出道之后 Stacey Ivo等20年之后出道的idol们 将整个女团界改变了 当然是espa 一集用taladala打开门之后 espa的出现引起了超热话题 之后抢环奖引起话题后 Ivo发表了好听的歌曲后都成功了 所以华语圈的大家觉得 开启四代idol是哪一组团体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中文道歉的nctcheon 在一次直播中 翻译小姐姐不小心念错了粉丝的名字 导致cheon也念错了 慌张的翻译小姐姐赶紧用韩文道歉 而cheon却非常可爱的用中文道歉了 正在 正在 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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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啊 对不起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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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第一次 是 3 这是 4 这些 是 2 这一切 3 这个 3 这一切 3 这些